Blooddinger的成員激素 是奢侈品品牌的全球代言人 早前出席巴黎时装秀时 更被品牌高层牵着手出场 可见品牌对他的重视程度 中国代言人方面 原本的中国区品牌大使是Angel Baby 但五年合约到期后 Angel Baby选择不续约 结束了合作关系 近期品牌找来了人气演员第一热霸代言 以品牌大使来称呼他 头衔似乎更加高级 不过最初品牌发布第一热霸的新广告照 并加上品牌大使的标签时 没有官宣他成为新任大使 被批评不够隆重不够尊重 而品牌似乎看到了 网路上对这个做法的批评 随后以异常高调的方式 宣布了这项合作 在各个社交媒体上 都换上了第一热霸的照片 据悉当年激素成为品牌大使的时候 也没有这样的待遇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